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午安 请坐 谢谢老师 刚刚有人马上到 刚刚我休息室解释给我听 说老师 一旅客逢梅子语 池庭仁义偶花风 他说是不是一旅是个 住的地点 池庭也是住的地点 所以他们可以对 我是就文字的表面 你已经对了 但是再想一下 这整个的诗境本身 再深入想一下 你的答案就快出来了 有没有人能回答 地点跟地点没有问题 一旅是人家住的地方 池庭也是人呆的地方 为什么一旅客逢梅子语 跟池庭仁义偶花风 这整个对责 他在境界上可以对 我请问 通常住在一旅的人 他是在安居在家 还是在路上奔跑的人 在路上奔波 对不对 在路上奔波 那请问 有没有听过 乌漏偏逢连夜雨这种话 船时偏逢打头风 听过吧 乌漏偏偏又连夜雨 船走得慢 偏偏风浪 阻挡它的去路 你想想看 梅之语 就是我们的梅语 通常下的蜜蜜绵绵的 不会是一下子来就散掉 我已经在客途上奔波 那么辛苦的人 偏偏又碰到了 阴雨绵绵连夜不开的 这样的天气 我实在是够凄苦的咯 知道吧 奔波凄苦 好 各位相对的 池庭仁义偶发风 义当然是拿取 偶发风当然是夏天 河风吹来 义庭当然是很优雅的 待在那边 你看我在 偶发池边非常的优雅 河风下风青来 那么拂过了我的眼前 让我身心都愉快 这是两种对比 奔波不断 阴雨绵绵 非常的舒适 偏偏偶发又送风过来 让我感觉到very comfortable 知道吧 这两个奔忙的 奔忙跟嫌疑的 意境的对称 这些地方你要慢慢学 下一次你就会讲 哦 城市意境也可以这样对 我们来看 后面这两句话 来告诉我答案 为什么他们做成的对句 刚刚是相对的两个 对不对 一个是奔忙辛苦 一个是悠闲自在 那这两个呢 这句子没有问题啊 从温婷云的桑山找行 我有 我有那个 补充讲义在那边 整首诗在那边 等一下我们再看 各位我住在毛殿 这个地方歇脚 月亮一落下 鸡开始叫 还记得吧 我三次讲 平生不敢轻言语 下面一句 我三次在这边 没有教公鸡的诗啊 唐伯虎公鸡的诗 哦 这样子 今年啊 我最喜欢的是 唐伯虎画鸡 唐伯虎是个书法家 就是唐义营嘛 大家很熟 明代的 然后他画画 画了一只鸡 然后他上面就提了 好好听 应该有人听过 每逢鸡年 这首诗机会都会出现 我也蛮喜欢的 他说 我头上红罐不用财 满身血白走将来 平身不敢轻言语 一叫千门万户开 这是荷兰王根生先生的枪舞 师大的前辈老师 这只公鸡好不好 你看这只是什么公鸡 白公鸡还是黑公鸡 白公鸡 红罐漂亮不漂亮 你看白跟红的搭配 头上红罐 不用财 通常 古时候的读书人 都会戴个罐帽文罐 五罐是有五遍 五罐也有五帽 所以你看他要写这个 熊啾啾气昂昂的公鸡之前 他先给他一个美化一下 说他有很文人的气质 各位 我们中国人有讲 你是有武功战士的人 偏偏你又有文学的素养 我们常常讲做儒匠 儒家的儒匠 儒匠 他先行说那个公鸡 他有优雅的气质 不需要再去剪彩那个官帽 他头上自然有一顶戴在那边 头上红罐不用财 满身血白走将来 请记得走将来 那个将都是称字 就是走过来的意思 没有意义 这就好像 我们常常讲说 演戏的时候 他要象征性的上马 把马鞭 拿将来 拿将来不是把将来拿过来 就是拿来那个将在洞子后面的将 都没有意思 所以雪白的公鸡 带着文人的官帽 他就走了过来 走将来 各位 这两句话 所以你作诗啊 尤其是绝句 前面平 但没有关系 后面就一定要凸显 让这两句就要流传 不至一山尽 黄河入海流 没什么了不起 你我都会做 玉雄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我记得念过这个 是不是 他是 灌阙楼 在北方 他个 六七层的灌阙楼 你到第五层 还没有到达最顶端 要看更好的公鸡 请往上爬 各位 斜眼前 登山的实际状况 登楼的实际状况 但是意在言外 同样的道理 公鸡也是如此 我一辈子 平身 不敢轻言语 不愿意乱叫 但是我一叫 千门万户 都要开 上至于天子 下至于一般百姓 各位 这个公鸡 够 够有威严了吧 所以 孔子讲过一句话 时而后言 人不厌其言 该说话的时候 你说了一句 一言九鼎 不该说话的时候 骚安勿躁 所以我们也讲 吉人之识寡 躁人之识多 有些人一坐下来 没办法滴滴答答 讲了一堆 有人静静地听 该问的时候问 老师问的时候 该答的时候答 各位 这样子人家就不会觉得 你是呱躁的人 还觉得是你有智慧的人 同样的道理 讲女孩子 竟然 静如厨子 动如脱兔 我平常可以文静 因为我是阴阳结构 可以文静 但是该我表现的时候 我就表现给你看 巾帼不让须眉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公鸡很有意思 我没有想到 还没跟你们讲 今年是鸡年 还没讲到这只公鸡 这首诗读过的举首 你读过了 会写吗 你们都写下来的吗 我刚刚在吃饭的时候 我讲过 我上课随便引来 因为事都在我的脑子里 我不可能每一首都写 这样写的话 我们永远在一东 知道 永远在一东 我已经讲得很慢 头上宏观 那个字不能念惯 它有凭这两读 因为头上第一个字不论 它是这这平平 所以头上宏观 不用裁 裁就是裁缝 裁减的裁 满身血白 你当然也可以念血 反正它是入身 满身血白 走将来 你看那个身 它就有点孤平 只是在上半截 满是这身 血是入身 中间讲了一个身 在周到的 你知道唐伯虎就是画家 随性 所以有些地方 他也许放松了一点 不然孤平要尽量回避 满身血白 走将来 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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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 鸡一唱一叫 我就搭大的马蹄就要踏过去了 各位这一句话 其实如果我们讲 队子有所谓流水队的话 那这一句话的上下意思是连贯的 不能切开 我出去以后 我的形状是什么 板桥路上 对不对 鸡昌瓶叫你天亮了 那我就是奔波的行人 驴人 我是过客 所以我就骑着马 在木板的桥上 啪哒啪哒啪哒的这样走 要赶我的行程 所以你知道是板桥路上 这个板子 所以那个声音踏起来就特别响亮 尤其是早上 然后清霜锁到马行踪 各位 微微的霜 那锁到 你可以知道 降霜应该都是秋天的时候 所以我们讲说秋天叫做霜月 知道秋天叫做霜月 也叫做什么月 菊月 菊花 此花开过更无法 所以我就在这样天后里头 然后那个马匹 啪哒啪哒 踏在板桥路上 一个脚印 一个脚印的踏过去 我又 走上了我的旅途 所以那个青霜锁到 本来是 弥蜂的道 只看到了马的行踪 在双道啪哒啪哒啪哒这样的走 各位 所以我说上下的意思是连串的 这是很少见格局队里头的流水 对 上面的意思跟下面一起合成 它不是两个情况 因为天亮 你看我起个早生 骑着马啪哒啪哒的 奔向了前程 非常有意思 当然 有名的作品 谁都想要 你不要以为这是 李渔自己创造出来的 请你看我的讲义的第五点 在二东 就是东运的第二段 也就第二页的最下面 你看温婷云的 桑三早行 这个桑三在陕西省 在陕西省的桑县 陕西省桑县的东南 那有名字也叫做楚山 也叫做地废山 很有意思 地的废在那个地方 在京城附近都会这样说 陕西省桑县东南 这个温婷云 山西太原人 他是属于晚堂的诗人 也是著名的 他跟李商隐 温礼温礼 如果说诗坛上有很多的作家 他都会简称 从初堂开始 我们上一次说了 初堂四节 哪四节啊 王 杨 鲁 若 并称嘛 对不对 圣堂你知道 最常称的是什么 礼度嘛 杜福是圣堂走向总堂 当时你都会讲李度 李白杜福 你还会讲王梦 谁 王为梦浩然 常常会这样对称 同样的道理 温婷云就常常跟李商隐 一起并称 他在西元801到870 这个时间 他的生平也大概 801到870 上身早醒 称其东正多 可心悲骨香 几身茂顶月 人几般桥霜 忽忽一夜落山路 指花明一强 饮食渡柠檬 福烟满灰堂 各位这里头最著名最著名就是 鸡身茅殿月 人鸡板桥霜 我们人啊总是这样 有名的著作 我就想挑战一下 你两面诗句 我就把它变成两个对句 你看茅殿春前 就是茅殿月 昊月最灵机畅运 那榜桥路上青霜锁到马行中 就是他的人机榜桥霜 有没有看到 最著名 哎呀各位 一个人很有意思 你只要留下一句话 千古流传 那就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尽管温婷云 好多人包括 我们讲说宫廷 宫廷 那个宫廷的诗 都认为说 婉堂啊 温伟的作品 就比较滑迷 所以有些在北宋初期 有一些宫廷诗人 就很喜欢学他们 好像在一个国家 进入婉堂的时候 你们还有这个移情野性 在那边割馆楼台生细细 还喜欢写一些那些男女等等的作品 对他们看不起 但是你仔细读他们的作品 还有一些耐读的地方 这两句就非常有名 他不是写男女的感情 他是写一个行旅一大早赶路的那种状况 所以乘起洞争舵 有没有 那个铃声 刻醒被故乡 想到家乡还没有办法回去 还在外头奔波 难免伤悲 你看看 我一大早就要出门 是这个样子 而且现在是户业 落了满地 然后纸花明义墙 你看他客履在外 所以在驿站 那个纸花是开白花的东西 义墙在那边开 都不是我的故乡 因是杜林梦 因为我讲过温婷云本身 他是山西太原人 每个读书人都想到长安去追求公民 所以这个杜林梦 他就 我讲过 埋葬皇上的地方就叫做林 以皇上来讲 杜林就犯称长安这个地方 所以我就回想想一想 我是不是能够有一天 也能够如何如何 回到家里去的时候 应该是浮月满回堂 哎呀 那个地方的光景应该是这个样子 一个是在奔波 一个是想象 回家 那个回堂上 有那个水鸟 水鸭 在那边徘徊的那个美景 期待着有一天回到故乡 看到故乡的景色 所以他是在 陕西的奔波在外 然后想一下 他的主机是山西 可见你 他人的活动 大概已经在长安这附近 陕西这个地方来 各位我要说的是 好的诗篇 好的句子 你留下以后 别人就会一一的模仿 我另外几个例子 就是甲岛 木过山村 那边是早上 早上赶路的样子 对不对 鸡身 毛点月 人机 板桥霜 你替早起的人 尤其各位 你看到 户月 落山路 应该是深秋 快入冬了 所以才会霜 锁到 看不太 霜是浓的 不是跟青霜 那我们来看 晚上 奔波的人 是怎么样子 因为一个旅途 最辛苦的就是 天色要落幕 你还没有找到 斜角的地方 或是一大早 你必须赶路 越赶天色越亮 你才能够早一点 到达目的地 如果是中午的话 都比较好 要么就太阳在上面了 你可以比较软和 前途比较光明了 我们看了人家 赶早晨赶的样子 我们来看晚上 你看甲岛 当然它的时间 要比温庭云还要早 温庭云还要早 它是七七九到八四三 七七九到八四三 是早一点点 他说 怪情提框也 记得 你想到如果 元曲你读过的话 在夕阳西下 奔波的旅人 在元曲的最重的 是 应该大家都读过 马自远的 天静沙 枯藤 老树 婚鸭 小桥 流水 人家 也有人写 平沙 古道 西风 寿马 你看看 古道 寿马 这个人当然不会太肥 不会太富贵 也是一个奔波 断肠 人在 天涯 后面那一句 一定要这样练 才会有诗的韵味 你不能说断肠人 在天涯 白话文 好可惜 那个节奏 就是我刚刚讲的 郭山 新事件 你要 郭天 新事件 你要能够断好 tempo才不会乱掉 断肠 人 在 天涯 断肠人 在 天涯 你看两个层次 落差 所以那篇写的是 圆曲 非常有名 每个人应该都读过 读过吗 没读过的人 没读过的举手 真的 没读过 枯藤老树 婚压 你可以去找一下 圆曲里面比较 马自远 天进沙 你看他的节奏 六个字 枯藤 枯的藤 老树 很萧涩 枯藤老树 婚压 黄昏的那个鸭 乌鸭 枯藤 老树 婚压 小桥 流水 人家 或是贫沙 我走过的是 小桥 流水 人家 因为我是过客 你看这样的 旅途的场景 秋天 那样的 枯藤 老树 婚压 然后走过了 小桥 流水 人家 相对应的情况 所以对我这个过客来讲 人家安居在家里 是那么样的惬意 或者说贫沙 也没有关系 偏偏我呢 是古道 踏着 这个古道 西风 各位 我们为了东西南北 为了不直接讲 不要说破 所以东西南北各有讲 如果你知道东风 东风欲留下 东风就是春风 西风 你们很熟的一句话 一首儿歌 西风的话 秋天 去年我回来 你们刚穿新棉袍 有没有 西风的话 这个听过吗 台湾受教育的 应该都听过 在外地的 大概有没有 今年我 你们有一点进去 我这个都是名曲 你点进去都会有 西风的话 各位 西风的话 你会知道是秋天 那么蓝风呢 当然就是夏天 所以你一看到蓝风 蓝风 夏风 西风 秋风 北风就是东风 所以你有这个概念 那个苦藤老师 婚丫 是一个圆曲里头 写那个旅人的痛苦 夕阳夕下 现在是这样的 我们讲只是近黄昏 晚上天气要闭锁了 我赶紧要赶路 看看有没有驿站 看看怎么要去歇息 好可怜 断肠 人在天涯 偏偏偏 我这个想家的断肠人 流落在天涯 本来是说断肠人 人在天涯 省略了一个 你就要念断肠 人在天涯 好 看了这个之后 因为那是元代的曲 元代 马自远 姓马的马 宁静以自远 淡泊以明治 那个自远 这两个字 马自远 天静上 如果你没有学过 你就赶快记下来 我刚刚讲 在台湾 因为有些版本是普及化 我想在内地也是 它变成一个 common sense 你没有读过 就赶快记 老师我知道 听过你讲过了 马自远的天静沙小令 或者说秋师的闪套 百岁一梦碟 百岁光阴一梦碟 重回首往事看街 今日春来 明朝花谢 急花展 月兰 那个秋师闪套 我们都背的 因为那里头 好多好著名的句子 我们看甲岛怎么形容 说快请提框也 已经昏昏安安了 偏近那个琴鸟在叫 各位 每个地方 风物不同 你没有听过 不习惯的那个 那个在吼叫 你真的吓都吓怕了 落日恐人行 其实人行恐 太阳西下 表面上说 太阳落下 很怕人走 不是这样 是太阳西下 人很怕再走 因为一切都昏暗了 看不到了 你看这两句话 就是写 目过三春 所以 鸡身 毛电月 是著名的 早上赶路的诗 目过三春 怪请提框也 落日恐人行 是晚上赶路的诗篇 也蛮动容的 我这边就刻意地 抓了一个 欧阳修的句子 各位这个 甲岛这个人 有意思 他本来兄弟 两个人都要出家 他的弟弟 就是有名的和尚 叫吴可 没有那个吴可 可以不可以的 吴可上人 就是他的弟弟 第吴可 那么他后来是凡俗了 甲岛 欧阳修送张至密 就送张至密教规装 你看看密教 就密格教书了 通常是教一些 都道账的书 才会叫密格 不是儒家的 都会叫蓬莱文章 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了 创了一句 说鸟身梅电雨 也设柳桥村 我请问你 鸟身梅电雨 也设柳桥村 你认为欧阳修 是在学习谁 学习温庭云 还是贾导 温庭云 对不对 你看那个鸟身梅电雨 不就是那个 鸡身毛电月吗 又是用梅雨来烘托 所以你看我们的鲤鱼 也跟你讲了 毛电春前 浩月醉林鸡畅运 你这样写 我这边就梅之雨 我这边也来鸟身 梅电雨 可见这个过客 在春天奔走 然后又骗到 绵绵细雨的季节 不利于行 也设柳桥村 没想到 走过了一阵 梅雨过后 我也好像大地洗尘 看到柳树 那么样的 干干净净在我眼前 不过这个人 你看野色柳桥村 基本上是比较光明的 开朗的 毕竟是欧阳修 不会写得七七寒寒的 但是他也要学一下 很有意思 我刚刚说了 在北宋初期 一些流云这些 所谓的西昆体 他们基本上是写李商隐 就是专门在 拽那个文字 动词彩 欧阳修是改革派 古文运动也是这样 我不需要 华丽的词彩 我要有内容的东西 所以有一个学子 叫刘辉 也是一样 去考的时候 拽文拽到下面 欧阳修故意给他拽 故意把他落选 你有才华 为什么写一些 空空荡荡的东西 后来他又改了明信 早上我讲宋仁师 宋仁中时代 一个刘勇 欧阳修当主考官 曾经也有这个故事 等到第二年考 刘子辉考上了 你看这个 这个学生 有才情 所以社会风气的影响 他以为主考官 都喜欢那样 所以考试 影响了学生的学习 还真的如此 就看你在位的人 怎么强调 所以后来 从欧阳修开始 宋代的古文封上 欧阳修就好像 唐代的韩裕一样 扭转了时代的文风 只是没想到 他去学 竟然学了 有温定云的痕迹 这个 你不必太 压抑 我们常讲一个人 就是你的气度 就说也许 讲一个气度 讲的 例子 最有意思的 大概就是 崔浩跟李白的故事了 各位你知道 唐诗有两首 登楼的双臂 一个就是黄鹤楼的诗 一个就是登金陵 凤凰台的诗 我好像后面的讲义有编 各位知道 在黄鹤楼 有一次崔浩去那边 提了黄鹤楼的诗 习人已成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等等等 黄鹤一句不复房 我有编在后面 可是这首诗 李白看了都非常佩服 李白有没有在旁边 再提一首跟他比 没有 崔浩提示在上头 他的黄鹤楼的诗 已经那么美了 我即使在大家 我也不敢逆其阴风 也不敢逆其风头 各位这就是度量 你想想看 万一崔浩这一辈子 做了一百首诗 九十九都是不好的作品 就那一首最好 李白你写的一百首诗 九十九都是好的 有一首就是最差 正好写在崔浩旁边 懂不懂 知道我讲的意思吗 你正好为了这一首 毁于淡 所以一个人 一个大家 到一个层次 你要允许后面人 出一头地 这就叫做雅亮 你看李白 杜福的交情 他们两个同时 生长在有交接的时代 李白是神败 杜福是后生晚辈 杜福对李白的敬重 李白对杜福的提醒 不会因为嫉妒 越贬浅的人 就越嫉妒别人家 越有雅亮的人 越出头 就相得益彰 所以当刚崔浩的 在黄鹤楼提的时候 那个李白我在想 一定是佩服得不得了 他也一经下想 想要给他较量一下 后来到金陵凤凰台 我们下一次就马上 好像下一段 就会讲到凤凰台 我就会说到 他就写了那首诗 等一下我们再看 结果一出来 哇你看得连鸭运楼 都跟崔浩同一部首 游侯运楼 结果两个人互相的并立 因为是两边的景色 你提黄鹤楼 我提凤凰台 各有各的三头 这个就叫做心心相喜 我们有个成语 叫心心相喜 知道什么意思吗 心心相喜的心怎么写 心字边 对了 什么叫心心 你千万不要给我想到 假心心 假有学问 心心是形容得到高的人 一个得到高的人 他会互相的尊重 互相的珍惜 真的是这样 台湾 不管是宗教界的领袖 你看看 每个宗教界的上面 都互相尊重的 所以他们的信徒 应该要有共识 那个区别心 不要那么大 烘托 上个礼拜 我们上人 还跟我吃饭的时候 还提到 每到一个地方 不管在新加坡 不管在哪里 那些有些宗教团体 要办活动 稍微没办法 我们上人 都愿意来帮忙 因为都是善念 要帮助苍生 各位你越是这样 你就广纳百川 海纳百川 你就越多的朋友 来帮你忙 对不对 你的 佛法逢养就越广 如果你说关前面 我批评你 还关起来 你看政治就是这样 什么派批评 什么派 什么派批评 什么派 乱成一团 一定要记得 我告诉你 这样就是要尊重别人 即使你碰到了 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 性忘爱 人家提的那个理想 也是非常崇高的 我也尊重 但是你也尊重我们 我们是普渡天下 一样的事情 所以每一次提到这个 我就很想讲这个事情 我吴阳修照到的 是老大 我也改文风 但是你的好的作品 我学习 我就学习 但是我成长的内容 会跟你不一样 所以我讲过梅之语 我们的那个 那个鲤鱼 也想一旅客逢梅之语 好酸楚的旅程 可是我告诉你 没有关系 这辛苦的旅程 度过的这一段 也是柳桥村 远一点点 这个野外的景色 还是蛮美的 可是人生观世会有不同 知道吗 这是板桥树 我补了这样的一个讲义 我们再看第五 腊记 这我早上说过了 对不对 腊记 还记得吧 我说阮士少就是 我说他本名叫什么 主士少 士少是他的字 本名呢 主约 简约的约 要记得 我讲过点滴的东西 我知道你们的层次 因为每一个人 轮流跟我吃过饭以后 我会讲慢一点 你们非中文系 这个软咬集就是软服 等等等等 这我讲过的我就不再说 请各位看 请问 那个 一东运的第二段 有没有问题 第二段 还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请念一遍 核对汉 绿对红 散事 核对汉 绿对红 与国对天宫 年有对雪宫 月天对天宫 与爱爱日同盟 马迹对女后 国天清世界 独播月如风 一旅客风 没自于 十丁人意 和花风 奥月初前 奥月最凌机长运 大小路上 新疮所到的 行动 哎呀 现在听你们 我都感觉很舒服 真好 我们看下一段 好 我们一样 听听看你们的 第一次的练 看你练对了没有 散事 太年复日 全光红 坐入头头 与敌弄禅间之乐 共享台上 直消最断美 很好 Tempo都很好 来我们慢慢看 一句一句来 字面 凭着 意识 看看 你们有没有发现问题 山对海 没有问题 这一句刚刚非常好 画对松 我们课本上也注了画 这个字请记得 也是一字两读 讲山脉的画山 地点的画周 一定都练画 包括姓氏 也都练画 如果练 等于花 等于花的那个概念 植物的花 所以那时候都是练平生 这个画对松 各位第一个问题 大概是四月对三公 对不对 我们课本上的月是对的 我这个 有时候叫做网络 他网络抓那个 抓那个 我们一半都会写成这个月了 三月 这两个字反简字了 但习惯上我们还是写 课本上那个字 五月 五个山峰 那个山写在下面 山上的那个秋高耸的 也不是说不好 但是原始的政治是那个 各位如果用表象的意思来对 这个有没有问题 我们已经读过好几个地方 表象字面不对 月是三 对不对 树木字四对三没有问题 公是我们人伦 公侯伯子兰也好 或是说人伦上公供父亲儿子 公怎么样都很难对于山川的月 对不对 但是这两个的交集是什么 课本上住得非常好 他们都是官职 对不对 一个是 瑶时候所设的四月之官 很有意思 当时四月之官 他是管事实 掌管事实 因为他要去巡守各地 掌管事实 春夏秋冬 那些山脉 所以因为他要巡视 当时瑶的时候 是一个专门 一个姓氏在管 江子牙的江 一个江姓人家在管 一个江姓的人 专门在管这四月 然后管事实的事情 然后通报给朝廷 地方上有什么事情 所以四月是瑶的时候的 一个官职 好 同一大道的三宫 哎呀 三宫就挺复杂 你看我们课本的第七页 那边就写了 在周代就是太师 太父太保 我上一次曾经说过 这三个人 如果你在教未来的储君 你要管辖的领域 太师就是管学问的 太父就是管德性的 太保就是管体育的 李悦社医叔叔 那个健康的 各有分师 到了西汉他讲 大师徒 大师马 大师空 师徒管教育 然后师马是管国防 然后师空 各位管内政 空 着洞嘛 人住的地方 就是内政 东汉的时候 太尉师徒师公 叫做三宫 所以名称虽然不一样 基本上 他都是官职 太尉管军事 就等于 师马 师徒 就是我上一次讲过 日本人现在 小学生他还讲 专门管那些同生 也就是教育方面的事情 师空 就是内政 人们的起居生活 所以四月三宫 你不必怀疑 在悟性上 好像不能对 跳开一点来 就好像牛女 对身伤 都是欣欣 他们都是官职 这个解释的很清楚了 有没有看到 公花对静流 各位这个字 你一定要读静 不会练静 这个字也是凭这两读 因为公花平平 这边念静流 我们当讲 一入侯门深四海 皇上所在的地 都有玉林军在保护 那是进宫 不能随便人家轻饶的 所以静流 也是宫中的流 那就跟公花是对了 因为花跟流就对 知道 只是不同的词语来讲 所以你看到 静卫军 保护谁的 皇城的 知道 你看到那个字 大概就可以想象 它的植物 所以公花对静流 你感觉到 老师那个静 不是一个动词吗 公是名词 你不要忘 有人保护的 那个区块 叫做静 它已经变成动词 变成名词了 知道 就像宫廷所在 就这样进 好 赛燕对江龙 没有问题 你看又框出来 这个龙 是二东 也不是一东运的字 我们已经出现了 一个是马行中的中 一个是这个龙 所以赛燕是北方的燕 各位 这两个燕字 在中国的书上 你要特别注意 一个是swallow 燕子的燕 你只要看到 赛燕就是北燕 因为赛北 各位赛燕飞 一定飞到哪里歇息 我们中国有个地方 叫做洛燕坡 谁知道在哪里 洛燕坡 想到洛燕坡 你会想到 三国演义里头 有什么坡 长坂坡 还有呢 我讲过 跟鸟群有关了 洛凤坡 非常好 什么人走到那边 他说完了 我一定命上此处 庞同 因为卧龙是诸葛亮 庞同就是楚凤 看到洛凤坡 无命修 好多这样的故事 所以古代这个地名 在取舍的时候 很重要 真生是个孝子 走过了不忍理 他就不忍心去了 不孝理他不去了 这个地名取得不好 我就不走 所以我刚才在讲 有时候地方上的 地方上的地名 你稍微了解一下 你看到 彰化鹿港那边 有个非常窄的巷 你要走过去 现在已经改名 叫做君子巷 当地的地名 就叫做摩汝巷 他听起来很不雅 他是说 你要走过那个巷子 女生比较害羞 常常就是自己 保护着自己这样走 可是你怎么办法 去解释这东西 干脆改为君子巷 彰化还有个地方 叫做脱裤装 多难听 脱裤装 可是你知道 在彰化云林之间 你要度过着水溪 你才能够登 从彰化走到云林 那个地方 你必须过那个河 你就要把裤子脱下来 古代 那在手上 不会弄湿掉 所以就要脱裤装 人家是生活里头的 生活里头的点滴 可是对外人来讲 就不雅 现在都慢慢改一下 让历史把它留存 所以这个北方的 北雁 赛雁 它飞到了洛雁坡 洛雁坡就在湖南 各位因为地名的关系 好多的文学作品 都从这个地方 都从这个地方 延伸了好多的好作品 比如说秦冠 就是秦少游 北宋那个持家 秦学士 他被贬官贬到了 衡阳以兰 各位我讲过 若雁坡 就是北雁要栖息的时候 最南的距离就到了 衡阳就停止了 而雁呢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象征很重 跟人类的活动 书武牧阳 也因为雁足传书 所以雁是古代 现在是鸽子 对不对 会传书 古代跟雁是可以传书的 所以只要看到 有雁飞过的地方 我的家乡 就会有information 寄过来 那么最南的地方 就叫洛雁坡 所以你只要被贬官 在衡阳以兰的 常常都是愁眉苦脸 你到了四川 到了广西 这个地方就好遥远 以长安来讲 所以你看 秦冠的子就说了 衡阳 有有艳传书 青阳 何艳舞 青阳是在 青山之北 在衡阳的南边 他说我呢 被贬到青阳这个地方来 我恐怕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朋友啊 家人啊 你可以知道 秦冠呢 基本上 情感太细 应该是太忧心的人 所以请记得洛雁坡 北雁 赛雁飞 那我为什么要讲你这个 你只要看到赛雁 就是这个雁 北雁 好 请问你 所有的秦鸟都要避东嘛 你知道 现在你非常清楚 我们有西伯利亚飞过来 然后飞到了北韩 再转转飞到上海 或者飞到 飞到日本比较少 飞到上海停一下 然后就飞到我们的四朝 叫做黑面皮路 还有西伯利亚的路种 都会到我们台南 黑面皮路 那长长的嘴巴 好像那个勺子一样 台湾话就像勺子 你好像水几头 飘来飘去 知道吧 黑面皮路 这是我们台南很特殊 让他平安的来 平安的回回去 好 你知道这个道理 黑面皮路在古代没有 你就知道靠西边的 就叫这个燕 靠东边的 就是海燕 各位 他从东北飞 只要飞到东海上 他就可以栖息了 飞到东海上 难免比如说 走到日本四国 天气比较软和 他就在那边栖息下来 所以那些 就会叫做海燕 所以你看到海燕的燕 就是那个燕子的燕 知道吧 斯波罗那个燕子的燕 北燕的燕 应该是这个大燕的燕 现在在大陆也列入 保育类的动物 燕子 所以赛燕 哦 懂了 这纯粹使用南北方位 北面有山有赛 所以叫赛燕 当然 这边就有江龙 各位以前的龙 也许 你不晓得龙是什么 但是现在看下来 要不要看到大大的鲸鱼 知道吧 以前你如果读中国文学 有一个名词 你千万记得 跟东亚人的香料 什么等等有关系 叫做龙咸香 龙的口水 你只要看到这个 尤其是这个龙咸香 它偏偏有个龙字 三点水 龙咸香 知道什么叫龙咸香吗 我告诉你 大正的奥妙就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人能够举手告诉我 老师我知道是什么 龙咸香 你应该听过有 海边有足臭之符 所以一方土养一方人 一方水养一方人 海边怎么有一些人在足臭 各位龙咸香 就是抹香精 大鲸鱼 所吐出来的废弃物 你想想看 人如果吐的时候 你那个小肚子 吐出来就很难吻 何况是那个大鲸鱼 讲到这个 我就非常的难过了 你知道现在 在海上 大鲸鱼吐出来的东西 很多都是宝特瓶 很多都是人类 丢在海上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 在我们生存的一个海面上 已经有一个岛 比台湾大三倍 都是这些垃圾 所以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 都在想象我们卫星探照 人为什么那么会作孽 到海边去 宝特瓶就丢 你就木鸡就丢 你看最近 怎么才进门外 连个吉普车 也丢在海上去 以为说吉普丢了以后 它就飘飘到处飘 真是糟糕啊 人 每个人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你老早就 没有空间住了 一直想要往外面去 发现什么星球 什么星球又有水 哪个地方又发现 最近就有了 你要到那边去 要20万年或是怎么样 哎呦 想着你脱脱痛 那为什么你不现在 好好的保护你所在的周遭环境 你看你觉得那个鲸鱼吐出来 我是要告诫你 不要在海边 不要在那里乱污染我们的环境 已经有台湾三倍的岛 让21世纪的这些科学家 伤脑筋 我们该怎么清它 很可怕的 所以你就让大自然 自己去解决吧 各位 那个鲸鱼吐出来的 那个废弃物结合 结合在一起 那个阳光照下去 光合作用之后 全部变成了香料 所以你只要看到 龙咸香 就是非常香的香料 可以拿过来 你做檀香 做什么香 就类似那样 龙咸香 了不得 很特别吧 大自然 奥妙不奥妙 所以你难怪有那些 我们说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海边的人 为什么去足臭 原来他们在找香料 知道 那因为这个龙 这个字 中国人又蛮喜欢 所以你只要看到 人家一些移民 在异代的时候 像南宋池人 他叫永龙咸香 常常都借头 这个龙这个字 在怀念他的故国 以后 我们假如碰到 有这样的诗词 你看那个龙咸香 因为这个龙字 我第一堂就说过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说过 这个龙 在中国社会 东方社会 把他认为是一个 非常崇高的 动物 可是在圣经里头 龙是魔鬼 那反差那么大 我说过了 是不是 所以你要尊重 别人的看法 我们也不需要说 你们要改圣经 龙是什么 不需要不需要 他们有他们的世界 有他们的观点 我们有我们的 就好像 各种原住民的图腾的信仰 百步蛇 我认为是我崇高的信仰 所以你看 男人的闵 不是门里头都是崇吗 他们就崇尚这个蛇 我们到原住民 还有人尊重百步蛇的 你看 印第安人就重新 老鹰 Ego 有没有 那个老鹰 所以我们都尊重信仰 我这么一讲 江龙原来是 一个北方的东西 一个是南方的东西 一个在路上 一个在海上 所以龙 你即使没看到 我也没看过 人家就这么画 什么独角龙 什么龙 但是你想想看 他远远的看过去 那个鲸鱼 那个样子 就蛮像的 所以这个问题 我想我一解释 就像跟静有的静一样 你会不会觉得 他这 怎么动词 对一个名词 这就OK了 好下面 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亲属店 广寒宫 十岁对提红 有没有问题 亲属嘛 对不对 广寒嘛 对不对 一个热一个冷 有没有 然后店对宫 你看很费事去找 他都有出处的 有那个典故 没什么了不起 住了就懂 有没有看到十岁对提红 有没有人要提注意问 对了没有 岁绿色 红对了 十动词 提也动词 那请问平正呢 十它什么声音 平声啊 请记得 请记得 你碰到这个地方 还不要下论断 十是入生词 十 十岁对 提红 你会讲敏南语就知道 它是一个入生词 所以它是 这这对评评 没有问题 那请你翻开这个解释 哦有这个提红 真麻烦 那个 我们的课本啊 有时候 它会把一些 那个像亲属店 汉武帝时候店 广寒宫啊 是那个天上的月宫里头 如何这般 我想白纸黑字 注清楚的 我就不再说 有没有看到 我们课本第八页 对十岁注的那么多 英元森老师的 这本注解 还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特色 有些时候 它会把一个词 好几个意思 都列在那边 你们有时候 碰到自己先判断 它是属于哪一个 十岁 因为有太多的记载 在那边 所以这个故事列下来 让你知道 一二三四五六 有一二三四 这样的一个记载 那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 一四的解释 有一二三四五六 你就要想 哪一个比较准 就好像一个 英文字典一样 你不要一翻开 第一个注解就注 那有注跟没注一样 你要判断 它究竟是哪一个 所以有时候 老师很辛苦的 怕你不知道 把这些注都注给你看 但是你要去取舍 你会取舍的 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就知道说 你懂了 所以凭这个问题解决 各位看到 十岁对提红 十岁 当然就到野外 踏青去十岁 这个十岁 有时候会在 二月份 甚至于端午节的时候 都会十岁 因为男孩子要划龙船 那女孩子就在岸上 看那个龙船 然后顺便十岁 另外一个就提红 各位 我讲过 男孩子有的时候说 一入侯门深四海 女孩子也是一样 你到宫廷里去 再想要像在外头 那么样的自由自在 很困难 你看不论是英国 不论是日本 黄氏的 黄氏的那些下一代 好多人要出来 跟这复杂的社会竞争 有时候他的压力大 那种压力 绝对不是我们可以承受 所以说宫廷的规矩 这就好像说你进来 我们的寺庙里头 寺庙里头规矩 你要尊重 现在我们的寺庙 有好多好多的规矩 都已经渐渐的走向 比较适应大众的方式来走 你看台湾告诉你 香已经不要 不必要已经点了 电子香出来了 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名指那个指 知道 也要取代了 好多东西就想一想 到最后 我讲过 很多形式上的东西 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 到最后都顾虑到 环保 顾虑到健康 所以很多都在改良 所以同样的道理 一个男孩 真正的宫廷 哇 微微然的 养殖米糕 一个女子进入了宫廷去 她在那边每天 她就会想象 我每天都做同样的工作 外头的世界究竟如何 所以这个提红 就这样子来了 我们看第一个 范书的 云熙有益 那个字要练书 就等于书发的书 不要给我练范律 范书 他记载的那个人是 宣宗时代 各位宣宗就是晚唐 中书社人 卢沃 他说在玉沟中建一个红月 各位玉沟 就是宫廷里的水沟流向外头的 那些人就很好奇 外面世界是什么 就他一想说 水流河太极 深宫近日贤 殷勤 谢红叶 好去到人间 各位这个谢 有时候会是道歉 有时候会是告诉 不见得都是谢谢 这个地方就是告诉的意思 我殷勤的吩咐红叶 你好好看看人间 人间是怎么样一个世界 换句话说 人就是这样 墙里墙外 墙外的人好羡慕 哎呦能够到宫廷去 跟帝王这边 跟达官 哎呦好如何如何生活 墙内的人就很现实墙外 哎呦墙外多的如何如何 不知道是什么世界 到了苏东坡的词也是这样填 墙外 墙里秋千 墙外行人道 孝间不闻 生间秒 还记得吧 多情却被无情恼 他走苏东坡走过一个 一个庭院 他有高墙竹着 然后那里头的 侍女在打鞦韆 哦这个我要说 鞦韆啊 绝对不是你现在看到的 荡鞦韆 好野啊 古代不叫荡鞦韆 现在还有荡鞦韆比赛 男男女在这边 飞啊飞啊就这样飞 然后还荡能够转一圈 我的妈呀 好像特技表演 古代不是这样哦 古代为什么叫做 打鞦韆知道吗 你看很多的诗词哦 乱逢挥过鞦韆去 为什么打鞦韆 我是一个很身份的闺女 坐在那边 侍女在 然后我的仆人帮我 在那边轻轻的摇 在那边摇荡 摇曳 不是那爷爷的奔哦 然后这个等到你有男朋友 男朋友就旁边给你打鞦韆 所以常常那都是一个 美好光阴的回忆 鞦韆的意象 所以欧阳修有一却 蝶恋花 泪眼问花 花不语 乱红飞过鞦韆去 我在那边等待等待 以前帮我打鞦韆的 那位人家没来 我就泪眼问 现在这个人究竟在哪里去 本来问花 花偏偏不说 不但不说 还飞到鞦韆那边 因为鞦韆又是 他们美好的时光 所以鞦韆的意象 在古代是蛮美的 虽然鞦韆是 有人说是静温宫时代 战国 春秋时代就传进中原 外祖传进来 你如果按照评测说 乱红飞过墙头去 不是可以吗 可是墙头没有回忆 鞦韆有回忆 懂了没有 文学 好多的地方在这里 所以第一个你知道是 卢沃 卢沃有这个故事 第二 唐代的孟琪的本事是 孟琪也曾经做过相公 下一次我们会碰到的 他说唐玄宗的时候 文人顾旷 各位顾旷 玄宗时代 偏重于圣堂 如果在天堡之后 就是中堂 圣中堂 他得到一个大的梧桐叶 各位古代的梧桐 想不想听一个概念 你要特别注意梧桐这个树木 很重要 唐诗三百首 前面就讲 梧桐树 鸳鸯废双石 然后 这个梧桐香代老 鸳鸯废双石 窃心骨精水 波兰师不取 请记得 文人看到很多的配对 在人间 天上飞的就叫做比翼鸟 池里游的叫做比木鱼 树上长出来的 叫做连梨枝 知道 还有就是鸳鸯树 各位不要小看梧桐 梧桐就是鸳鸯树 你不能种一棵 一定要种两棵 它才能够长大 所以好多的树 都跟成语都跟梧桐有关 你们好好先有这个印象 我记得这里头 他没有提到梧桐 好可惜 因为我看到了这边的梧桐 要不要听下去 当然要 不然你以后碰到这些东西 就不晓得为什么 所以各位 我刚讲已经是鸳鸯树 所以它应该是白头偕老 所以如果你人间上偶 比如说先生过世了 或是太太过世了 我们常常就会用梧桐来讲自己 叫做半死童 半死梧桐 青霜后 白头鸳鸯 施半飞 你只有知道 这是 这个是贺著的 北宋池人贺著的作品 半死梧桐鸯后 他有一次到苏北半死回来 以后太太不在了 他好懊恼 我现在就好像半死的梧桐 半死梧桐青霜 白头鸳鸯四半飞 没想到比翼双四的鸳鸯 突然你先走了 所以以后请记得 看到半死童 一定是在讲夫妻善偶的事情 因为它是鸳鸯树 好 再来 再来 梧桐的树 树叶 其实说跟这个月令非常有关系 所以我们常常讲 如果梧桐月掉下来了 大家知道 秋天快要到了 所以我们有个成语叫做 一夜之秋 那个这个最原始的成语 一夜之秋听过吧 就是梧桐月落 所以梧桐 在中国的诗词里头很重要 然后因为你家里 又希望再来一个象征意 我刚才说的一个是什么 鸳鸯树 对不对 所以死去一半的 我们常会讲 怎么样 我讲了一夜之秋 对不对 还有第三个 从诗经里头就有的 凤凰栖息的树木是什么 凤凰会梧桐子跟竹子不吃 所以梧桐又是招来凤凰的 吉利的树 所以你家里不但是要住梧桐 种梧桐要种两棵 它会招来吉利 因为梧桐会来栖息 你家就会带来吉利 所以梧桐又是一种吉利的象征 所以我们讲说奉鸣高刚 当然又讲奉七五 有个瓷牌就叫做蝶炼花 蝶炼花 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凤七五 看到没有 凤凰栖息在梧桐上 丰富不丰富 梧桐还有这样的功用 梧桐树 所以如果你家里不种 为什么你看李清照 梧桐根间细雨 道黄昏点点滴滴 梧桐树三金雨 空皆低道明 你看那个温庭云的词 家家户户都要种这个梧桐 招来吉利 希望凤能够来栖息 因为凤鸟是个吉利的鸟 可是梧桐树也挺麻烦的 叶子非常的大 所以有时候雨落下就就噼噼啪啪 让那个屋子里人就乱了方寸 有一个故事就这样 一个文士他平常种了梧桐 他在浇水大了以后 有一天噼噼啪啪 他凡乱 天晴的时候就在 梧桐树那边写着抱怨的语 说是谁多事种芭蕉 早也萧萧 晚也萧萧 太太一看我们家里就只有我们两个 你在怪我啊 那是你种的了 叫我去压醉了呢 太太第二天早上就在提一个 所以梧桐树提 我是告诉梧桐提叶 太太接下去了 是君心性太无聊 种了芭蕉 又骂芭蕉 真是矛盾荒唐 你这个人 听过吧 跟梧桐有关 各位梧桐提叶 其实你知道真正 真正在制止的树是什么树 梧桐当然也可以 并不是不能 跟梧桐蛮近的处树 这个我要提 请记得 你先写处树再写处境 这个又是英勇文的直语 而且是从民间 到了我们雅岩再用 各位这个杵树 我刚刚讲 跟梧桐蛮像 它的阔叶 然后但是 上面比较毛毛的 那个我们的蒂尔 我们的野鹿 鹿喜欢吃的就是杵树 因为它的叶比较厚 所以好多时候 这个杵树都用来制止 制造止 知道 我们台湾人在讲指数 通常是讲的百千层 知道一层一层的皮 有没有 知道吧 千层百 知道吧 那个树 所以你看那个树 一层一层皮 可以剥下那个 但是储树是一种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好 请你记得 在我们在应酬的场域里头 如果人家家里有人过世了 你要送那个殿仪 我们现在叫殿仪 在他还没有公开 公祭之前 你到家里去送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会写 处境 所以你看到处境两个字 就是我们的殿仪 只是他还没有公祭 家祭 还没有公开 要出殡 民间 请记得 他真的就是纸张的纸 止境 但是我们在术语上 我们绝对不叫止境 在正式的应用场合 我们就叫做处境 懂了没有 所以叶子 梧桐叶 不要小看 从梧桐叶我就想到这个东西 好了 继续看下去 顾框也在上面提诗 但是我们不晓得 因为他这个笔记 没有把诗提下来 顾框的诗 当然你可以查全堂诗 我们没看到 好了 第三个到了宋代 王蝶 补士尔小明路 凤儿里头他记载 叫做甲权须 你看 又是看到一个 玉钩流出来的东西 你就知道 多少的宫女 对外头的世界多好奇 然后有 看见一花留置 旁边有树叶 上面有 王财人 养女 凤儿的事 听好了 这边的财人 绝对不是财子家人 这个财人 就是女官的名称 各位知道我们有后 有夫人 有妃子 有朝夷 有财人 知道 杨贵妃 还没有当贵妃的时候 也当过财人 年前财人 怎么样 一贱正中 双飞翼 所以你看到那个财人 就好像我昨天 团上团上 美人 并来这边 美人也是一个官职 记得 你如果有 有兴趣 可以Google查进去 女官 名称 女官的名称 啪啪啪啪啪 它就会列十几种 我怕你这个财人 财人是个女官 所以个王姓的女官 她有养女 叫做凤儿 她说了 一入深宫里 无有见得春 提示花叶上 寄予戒流人 这这这 平平那个戒是入深 戒 好 这是你看到的 第二首的诗 到了宋代的流府的 亲所高益 你看唐宋多少笔记 所以记得说 唐西中 各位那又是晚唐 很多都是晚唐的故事 你就知道 朝廷在乱 你看圣唐的时候 他们在宫里 陶醉非常的安全 也非常享受 大概很少会有这样 到了晚唐的时候 哎呀 这个朝政不变 这个换那个换 历代改代 你注意看 如果开草的皇帝 常常那个地号 不会变来变去 越乱的时代 地号变来变去 康熙一下子六十年 知道 等一下改这个连号 改那个连号 改来改去 那个都比较乱的连代 很有意思 想要一直想要 有好的机遇 改了一些名词 不好好治国 到最后也没办法 他说 唐熙中的时候 有个辱士叫做余佑 课本 这个字一直打错 它是四字编 不是人字编 四字编 你要记得 你要记得 所有四字编 你们学过说文解字 有一个诗人叫做张护 一个四字编 叫佑 结果他都写成了 写成这样 我们课本是不是打这样 其实你 附跟佑 很不一样 这个是 护 这个是 佑 我们用的是 这个字 不是那个字 四字编 它是余佑 我们课都排成 人字编了 古就练的 护 佑就练的佑 各位你看这个佑 庇佑的佑 可以通用 因为是天地人 知道 天地日月星 来给你 所以吉祥的祥 有没有 吉祥的祥也是四 你记得 只要四字编 都是好的字眼 幸福的福 因为日月星 拱照 日月 天地日月星 都保护你 如果是 一字编 一定跟衣服有关 比如说 里外的里 你就不能写 四字编 因为它是 衣服的内里 所以佑佑跟 工人跟韩氏唱丑的诗 后来就结为夫妇 各位我们这本 他没列 请你看到二十五页 所以我说全部看完 你就知道 我们以先驻 先见的原则 他这个诗 应该放在前面 请你看到 二十五页的第三行 课本 二十五页第三行 韩提示是说 一连家具 谁流水 十载 优势满树怀 今日雀尘 暖凤有 方知 红叶是凉梅 各位 我特别讲这个就是 提红啊 太多人的故事 这是很当然了 在那种 闭设的专制时代 宫里的人 跟宫外的人 大家都好奇 还没有进去的 想进去 进去的人 想到外头的世界 就如何 所以提红 是非常丰富的概念 我们等一下 再看看 后面的句子 你有没有些疑问 然后再看看 我的补充 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